华人社会 请听法广对文飞专访 文飞您好 请您谈谈你们刚刚成立的湖南商会和您从事的工作好吗 非常高兴接受法广的采访 法国湖南商会是去年六月份在巴黎正式成立的 注册时间是去年二月份 这也是因为中国新政府希望帮助一些国内的企业能够走出来 另外呢 希望能够把法国以及法语区一些优质的企业 以及一些优质的品牌能够引进去 基于这么一个发展的观念吧 法国湖南商会就应运而生 只是我们成立以后呢 没想到就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像沿海城市 像广东啊温州啊浙江啊等等 他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的商会 为中国的内陆城市 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商会 好的你们大概有多少会员呢 基于法国湖南同乡会的基础 因为在法国呢 我们湖南省不是一个移民大省 因为它是处于这个中国的中部地区嘛 在全法国大概有两千多人 我们商会目前呢 注册会员大概五百来人 注册的企业大概有一百来家 您能给大家讲讲你自己来法学心理 好啊很高兴跟您讨论这个话题 其实呢我们是新一代的移民 也是新一代的留学生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商人 我是一个文人 当然现在由于我们做了这个法国湖南商会 所以可能经贸方面的工作做的更多一些 但是我本人呢来的比较早 我是八九年年底到法国来留学 当时我先生作为国家公派生过来 那我呢留学以后就一直在从事一些文化方面的工作 前期我们也做了一些像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交流 像我们这个八十年代是年轻人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那个时候嘛 就是都是一些文学青年 所以我十五岁开始在湖南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 十八岁加入湖南省文联 出来以后呢一直还有这个梦嘛 所以就学的是新闻专业 那我现在从事的工作 其实还是跟跟我的爱好是蛮吻合的 我曾经也在媒体报刊上 就是写过一些专栏文章 一些文学评论文章 大概是一三年吧 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直观中国 这么一个线上的一个互联网网站 很多西方人对我们华人也好 对我们中国也好 常常会就是抱着一些偏见 发表一些他们的看法 那我们做这个直观中国网站的时候呢 我们就立足于做中华双语的网站 就是我们是完全是私营的 特别开了一个湖南频道 当然我们也将来也希望发展 就是说还做其他的频道 像江苏频道湖北频道 这家频道等等 今年呢我们把它改成了法中网 就可能更加宽泛一些吧 政治性不那么强 就是说包括军贸啊 文化艺术啊都会有 您自己觉得您这新一代的华人 和以前的老辈华人 有什么区别吗 从工作生活上 其实区别挺大的 主要是移民的群体的话 可能最早有潮州人 广东人 像城市兄弟啊 这些巴黎士多做的大的一些品牌 后面呢就有青田人 温州人 他们有各种商会 他们群聚大部分都做生意 像现在的 还有贝勒维利业啊 还有贝勒维利的那一带 还有一些福建人 主要是沿海城市 那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华侨呢 基本上是像我们这一代 比较早的留学生 一口行李箱 然后就过来求学 所以从经济实力上来说 跟他们也不同 另外我们所受的 文化背景的教育也不同 所以我们既没有温州人 那么能吃苦 但是呢同时呢 由于我们把所有的年轻的失望 都用来读书了 所以可能在文化背景 生活背景 以及对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些国际事业方面 可能跟他们老一代的华侨 有本质的区别 非常感谢文菲社长 接受法广的专访 也感谢Alex的技术合作 本次华人社会专辑节目 由罗拉编辑播报 咱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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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